到底谁在真正关心农民呢 现在水果过剩 到底要怎么办 价格很不好 那么马英九总统今天说 他有一个好方法 就是用肺源的方式 就不要工作了嘛 直接肺源掉 好了 这真的是农民所希望的嘛 来看我们的特别报道 为了帮助农民处理生产 生产过剩的问题 农委会主委陈武雄 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用手机上网去查价格 但因为大半的农民 是不会使用这些3C产品的 引发大家的反弹 马总统呢今天就说 要做的农民都会用 根本就不可能 那么这让旁边的陈武雄好尴尬 至于面对农产品 生产过剩的问题 马总统喊出用肺源的方式 就不需要工作来调节供需 可是这是农民所想要的嘛 到底他真的知不知道 农民的需求是什么呢 带你来看 当着农民的面 马总统说这句话 让一旁农委会主委陈武雄 有点尴尬 你要每一个农民 都是手机上网不可能 也不必期待这样 也不需要这样 农会呢可以用那个 这样的方法看板 然后呢是不是 或者如果农民有需要的话 用什么方式 传真 电话 email 或者其他的方式 陈武雄要农民用手机上网 查价格的点子 却到马总统认为不实际 关键就在农民使用手机上网 普及率很低 其实陈武雄被定 似乎也不意外 先前马总统为了缓和农产品 价格过低的风暴 安排一连串仿式基层行程 可陈武雄好几天 居然都没陪在旁 让马总统一人面对农民 还有农粮署主命 面对农民表达不满 居然状况外的说要回去再研究 此剧也惹恼了一旁的马总统 严见农民生产过剩问题一再发生 马总统要求农委会研究 如何在种植上做调整 现在农委会大致上已经解决了 它就是用肺原的方式 也就是减少生产 你生产多了 反而伤害到农民 总统喊出肺原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这真的是农民所望吗 基层声音 马总统还得再停停 三连讯友黄宝同讯问好 台北报道 好 刚听到马总统呢 展丁解体的说 你要农民用手机上网去查假 根本不可能嘛 让旁边的这农务会主委 觉得蛮尴尬的 可是马总统有建议 说不用用手机啦 那用什么呢 他说可以用传真机 好 我们实地呢 到农村去调查 发现那农村人家 几乎是他们都没有传真机的状况 说如果要用恐怕得到隔壁村 或者是两公里外的超商 才有传真机 那么农民都说 他们一辈子没碰过这个呀 也不会使用 对于总统的提议 农民觉得很傻眼 在中埔乡公馆村随机问问农民 几乎没有一户有传真机 要掌握产销资讯 除了手机上网 马总统建议 也可以用传真机 但其实大多数农民 一辈子都没碰过 要再来传真机啦 传真机就把我们倒走 如果我们耕银机就有了啦 耕银机我们都要晒啦 不过有传真机 对于总统的提议 农民听了真的傻眼 如果真要使用传真机 恐怕要跑到两公里外 好不容易在烟农联合会 终于找到了全村唯一的传真机 但三四位农民盯着传真机 不知道该按哪个牛 农民一辈子种丝瓜种稻米 现在要用传真用手机上网 他们真的不懂 中央官员的建议 根本没考量农民现状 这样真的能解决 农村产销失衡的问题吗 农民都很质疑 最近本来的演成 农村亚有的 12月还有 打算换的